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了基隆 台北 新北市还有桃园市新竹县 甚至平地会只有六到十度 如果你要外出闪光灯的话 要穿保暖一点了 那么接下来一聊好几天 北方的冷空气绵延不绝的南下 这波冷气团其实对我们的北台湾感受是相当明显的 在中南部只有在晨夜比较凉 要留意日夜温差大 您觉得今天清晨还冷吧 但是提醒你明天清晨会更冷的 明年的清晨就是这波冷气团最强劲的时候 蓝色是低于十度 绿色是低于十二度 您看明天蓝绿色的版图比今天还要来得更多更大 包括了新竹 桃源 沿海地区都是蛮凉冷的 低于十度的温度一路会影响到礼拜二 礼拜二过后才会慢慢的温度开始回升一些 早晨比较凉 白天的温度回升之后呢 但是北部会下雨所以呢体感温度感觉上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来看到北部的高温只有十五度 另外呢中南部因为有阳光的关系 温度可以来到二十四到二十六度 至于东部的高温有二十一度 整体来说南北天气大不同 南来北往要请你留意温度上面的变化了 就从明天开始周一强烈大陆冷气团持续的影响 因为有东北季风所以呢北部东半部会有部分的零星雨 明天会比今天还要来到更冷会来到十二到十四度 那么在周三之后呢因为高压回流的关系 所以温度会稍稍的提升一点点 但是好天气只会维持周三周四这两天而已 因为呢到了礼拜五又会有另外一个冷气团要影响到台湾了 我们就透过这一张这是一周温度的期限图 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红色呢是北台湾的温度 从今天开始呢周一周二的温度都是比较低的 十二到十四度 那么至于呢中南部则是日夜温差大一些些 而周三周四温度就短暂的回暖了 北部东北部的白天高温会来到二十四度左右 那么中南部会维持在二十五度以上 各地的白天是舒适又温暖 但是各地的早晚气温都是偏低的 至于来到了礼拜五礼拜六 就又有一波冷气团要影响到台湾 而且呢礼拜五礼拜六的这一波水汽 会是比较多一些些的 又伴随着封面影响台湾 透过降雨的趋势来看到 今天起呢到周二 迎封面的水汽都是比较多的 整个迎封面包括了金融北海岸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就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中南部的山区也会降雨哦 到了周三周四 天气就会慢慢地好转一点点了 随着冷气团减弱 降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一些些 其中在迎封面北海岸 还有东半部地区 才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所以如果你要喜秋的话 可以把握礼拜三 还有礼拜四这两天 那么接下来 礼拜五冷气团要影响 而且这一波的冷气团水汽 是比较多的 因为呢有封面通过 降雨就会再度地增多 但是基本上 未来一周北部东北部的民众 您语句都记得要背着 穿着上我们要来提醒你 北部地区在低温的部分 礼拜一是最冷的 会降到12度 甚至会来到更低 那么要到礼拜三 礼拜四冷气团开始减弱了 那么到时候高温 才会回升到24度 至于南部地区 整周的高温 大约都是在24度 一直来到28度左右 那么至于低温 普遍都是在17啊 18度左右 不过周南部要留意的就是 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要多加留心了 好 我们来看整体来说 礼拜一 礼拜二 北部东北部的 还有东部的天气 都是比较偏冷 偏凉一些的 至于中南部的感受上 其实不会太冷 但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也就是说出门的时候 还是要戴一点外套 要穿一点洋葱式的穿法 至于礼拜三 礼拜四 大陆冷气团减弱了 气温开始回升了 波礼拜五又有封面通过 以及再一波的 大陆冷气团南下 到时候呢 北部东北部的天气 就会再度地转冷 而且这一波冷气团雨更多 整体来看 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 都是非常大的 要持续锁定中式新闻的气候 我们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明天北部的温度是 11度到14度 再来看到中部地区的温度 14到23度 明天中部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 天气蛮好的 而南部地区的温度 是16到26度 而东部地区13到21度 但是由于是阴风面 还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点 零星的降雨 至于外岛地区的温度 是7度到18度 小丁尼也要来提醒大家了 北部东北部呢 明天全天都是又凉又冷的 提醒你务必要 预寒要穿暖一些 尤其是阴风面是比较湿冷的 感受起来是明显容易下雨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 攜带雨具 至于中南部日夜温差大 白天是晴朗舒适 看起来南北的天气 差异会相当大 如果您用南来北往 要留意温度的变化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